高老师身心百战 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 输送了这么多学生去伯克利音乐学院读书 也摸出了这个学校给奖学金的套路 我发现他们总喜欢给一些特定的人奖学金 今天我就把这个秘密公之于众 其中第四类人特别重要 你们一定要认真听 第一类人是学冷门乐器 中琪琴 元号 大管这类的同学 为什么呢 毋庸置疑伯克利是爵士乐全世界最好的学校 所以你看以爵士乐为主的伯克利音乐学院 是很难招到刚才那些专业的学生的 哪怕你吹得不咋地 只要你来就能给你高过的奖学金 第二类人学民族乐器的同学 大家都知道伯克利是一个 包容世界多元音乐的一个学校 所以欢迎各种奇奇怪怪的音乐 如果说你是拉二胡吹索纳的 奖学金稳稳的 第三类人 当然是有一定水准的爵士乐手了 我们不是说了吗 伯克利是以爵士乐为主的学校 所以他有很多爵士流行乐队 需要很多乐手 第四类人 大家注意听了 如果说你是女生 恭喜你 你有红利了 美国的学校是特别讲究男女比例平衡的 如果说你们专业在同等水平下 女生的奖学金就会额外倾斜 最后我总结一下 这是什么规律呢 如果说你对伯克利有用 你就有奖学金 反之如果你不是伯克利需要的人才 那你就是用你的学费给别的同学 提供奖学金和给老师发工资了 所以同学们对号入座一下 如果说你想去伯克利 你觉得你合适吗 你会是哪一类人呢 是拿奖学金呢 还是金主爸爸